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您加入赢家的行列 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已经是4月22号 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们在这段时间以来 你会发现台湾的股市它真的不好做 其实如果各位投资朋友们 你真的都有在听利好的电视节目 你都有在看我的电视节目 我相信各位那个四个字 你会非常的清楚叫做盲点测试 很多人其实在股市里面 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什么叫盲点测试 如果你在股市你稍微待久一点 你会非常的清楚了解什么叫盲点测试 各位我曾经拿过就是美国股市 道琼工业指数它的上下涨跌点 来跟你们讲什么叫盲点测试 各位你记不记得在4月12号 我当初跟你讲开盘的时候开高尾盘杀低 各位像这个东西它就是盲点测试 各位你再看看同样的也是一样 开高之后杀下来各位叫盲点测试 你再看看各位4月15号也是一样 各位你看开高杀低在做盲点测试 各位再来你看4月19号也是一样 各位开高杀低在盲点测试 延续测了两次 各位你再看看4月22号就是今天凌晨 美国股市依然的在做盲点测试 各位你听得懂吗 为什么利豪一直跟你强调什么叫盲点测试 各位如果你能够掌握到盲点测试 各位你会发现到这个行情真的很好做 你可以去做空你也可以去做多 做多做空的过程当中 在一天你可以完成两个手续 很多的股票在开盘的时候 它直接拉高 拉高的过程当中 你如果敢做你的勇气霸气跟行动力 各位会让你去做多跟做空 也就是说你可能在一天你会转两次 两边做 各位你听得懂意思吗 这叫盲点测试 我这段时间以来我真的很高兴 也非常谢谢大家给利豪的支持 今天利豪的声音我就不想讲太大声了 因为在这两天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电话 各位利豪真的光应付这些电话 我声音都有点沙哑 我很高兴 我很感恩 很多投资朋友们非常支持利豪的做法 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我为了要报答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很多人在这段时间以来 一直在问业务同仁 一直想要用业务来跟利豪来讲道话 老师什么叫做灵活的操作 自身的关键 老师我在电视上一直看你说 比手势来回做价差 各位来回做价差真的这么好做吗 各位我刚刚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叫盲点测试 在各位很简单 在美国政府那边 第一个货币政策不明 在财政政策不明 还有各位就是升息的问题 以及说债的问题 再来就是战争的问题 还有各位很多很多的问题 因为全市场到现在都是一个问号 就是因为这种问号 产生了很多的疑问 让台湾的股市也连带了受到影响 那台湾的股市 它的投资人占80%以上 更容易受到风吹草动 只要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各位行情就会上下震荡 幅度非常大 那我刚刚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这时候如果你真的 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实战 做多做空两边做 各位那真的 你要赚大钱的机会就非常的大 各位很多人问我说老师 那你说这个盘中四个半小时 真的很重要吗 老师盘中四个半小时 真的很重要吗 所以各位 我在今天我来玩一点不一样的好不好 但是各位你手脚要快 你手脚要快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动作 但是各位 我今天我就帮你一个忙 手脚要快 今天我就收36位就好 36位 36位我要成立一个群组 那这36位当中 我会在盘中四个半小时 我会四代一个星期 各位你速度要快 你先扫进来的人 各位前面36位 我从下个礼拜开始 我来四代 我让你看看在盘中四个半小时 是不是真的如利好老师所讲的一样 哇真的做多做空 也这么容易赚 好各位 所以各位我只要36位 超出我就不收了 各位你赶快扫这个LINE AT 越早扫的人 各位你就有机会抢到36位 各位这36位是有目的的 而且我也希望这36位 在未来可以帮陈立豪做见证 好各位 我们就来印证一下 这段时间以来 为什么立豪一直要告诉各位 来回做价差 各位我们就从4月11号开始 从4月11号到今天 各位算一算 掐指一算 大概快两个礼拜 还不到两个礼拜 你看看这个两个礼拜当中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动作 好各位 从4月11号开始 各位 你记不记得4月11号 我当时不是跟你讲 要感谢三大王八蛋 我说大家又有机会了 有没有 你记不记得 那我为什么要感谢他 好各位你看 4月12号的隔天 我在电视上 我跟你们讲 我说这是十年难得一见的盲点测试 那各位刚刚我已经跟你解释过 什么叫盲点测试 其实盲点测试当初很好赚 当初我跟你讲当初很好赚 就是我刚刚跟你所讲到的 如果你能够理解 做多做空 各位两边都可以赚 那叫做盲点测试 所以各位 我在4月12号 是不是在盲点测试过程当中 我是不是买了股票 我买了很多支的股票 那各位 4月13号 我不是跟你讲 验证是最大的诚信吗 我4月12号 我当初在4月11号跟你讲 我们要感谢三大王八蛋 因为有机会了 4月12号马上买股票 因为盲点测试 所以各位4月13号 我马上就卖股票 我说验证是最大的诚信 各位你记不记得 在这个我验证的过程当中 我到最后 我写了一张这个 我写了一张验证是最大的诚信 各位从我们开始做 各位这个德威 我们是不是赚了58块 你记不记得 德威赚了58块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我不是写吗 做多赚44块 放空也赚14块 总共加起来就是58块 另外各位台积电 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每次做台积电 几乎都让你赚到钱 那我们是不是买进 一直到4月13我卖出 是不是赚了23 那同样的我也写在这个地方 台积电赚了23块 那另外各位 世新KY 在4月11到4月13 我总共做了两次 一次赚了32块 另外一次赚了96块 那各位我是不是代进代出 是不是代进代出 好各位投资本们 当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利豪其实一直都在告诉你们 如何的来回做价差 我不但告诉你来回做价差 而且各位 我都实实在在的 怎么带你进 怎么带你出 日期都写得很清楚 好各位 那再来你看看 当初台胜科 你记不记得 有一次我们的台胜科 在3月16号送给你 到3月22号 我们赚了78块出厂 出厂之后 各位我在4月12号 我又买了台胜科 结果各位 我4月14号出台胜科 是不是要赚了20块 好各位 那你会发现 其实这些股票 我为什么我要进进出出 各位如果你以今天的收盘价 你再去看世新KY 你再去看利旺 你再去看台胜科 你会发现 我们出的实在太漂亮了 那各位 如果利豪跟你讲 如果我们很多的会员 盘中 我们还有去做放空的动作 各位 那你会怎么感想 你有任何感想吗 各位听得懂吗 因为盘中四个半小时 我们在做股票的 你如果不是我们的会员 你没有办法去理解 我们为什么两边做股票 所以各位你看 我为什么要带进带出 另外各位你再看看 4月12号当初的资源 我们也买到了 那结果我是不是也带你出13块 赚了13块 好各位 那4月11号 一直到4月14号 我们是不是带进跟带出 就完成了一个set 对不对 是完成了一个动作 那各位 那这些完成的动作里面 我们的价差 全部写在这个地方 那你是不是随随便便 都已经入带为安 好各位 那这就是我跟你所讲的 第一时间的盲点测试 我们已经完成了交易 对不对 好各位 那完成交易之后 到了4月18号 4月18号 各位 我成立好又跟你讲 机会又来了 我说如果你没有勇气 霸气跟行动力 一切都是零 有没有 有没有 我当初还是跟你讲 你要注意 还是玩当冲 甚至你做短线 好各位 那我们就来验证一下 我是不是又对了 我在4月15号 上个礼拜五到礼拜六 礼拜天到4月17 我跟你说什么 对 我的节目上 我不是跟你讲 4月15到4月17 我说我清楚的告诉大家 机会又来了 你有要相信吗 各位结果呢 结果我跟你讲 我们业绩第一 绩效第一 我当初不是做了力望 赚了100块吗 结果世新赚了74块 对不对 那各位 资源是不是赚了22块 又出场 那各位投资朋友们 我是不是跟你讲 机会又到了 你有相信吗 如果你相信了 好 那各位 4月20号 你看看我当初 我4月15 16 4月15 16 17 跟你讲机会来了 对不对 那各位 我4月18 我是不是跟你讲 一定要有勇气 霸气跟行动力 那我买股票了 买了股票之后 各位 那4月19号 我们其实各位 以4月18 买的力望 已经出了 出了又赚100块 我们4月18 也买四星 也出了 也出了四星 赚了74块 资源也赚22块 好各位 出掉之后 当天 我又再买 我又再买了 我又再买 各位 再买回力望 又赚60块 各位 当初资源 再赚10块 而且各位 我还去敢放空 保龄附井 又赚11块半 各位 我讲到这个地方 我请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 你们平心静气的去想一想 我为什么要再 把这些买进跟卖出的股票 打在测标上 我就是要让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去了解 什么叫盲点测试 什么叫做来回做价差 所以各位 你看 当我出掉之后 同样的 我一样 我把它写在一张纸上面 我一样做了一个 就是 所有的进出 进出表 今天我有没有带来 我有没有带来 各位你看 我昨天在电视上不是跟你讲吗 验证是最大的诚信 刚刚我跟你说的 4月18号 我跟你讲一次机会来了 对不对 好 那4月18我们买进资源 我是不是刚刚跟你讲 赚了22块 我出场了 利旺 我是不是赚了100块 我出场了 世新KY 是不是赚了74块 我出场了 各位 你只要很用心的去看 你会发现 我其实我出掉的股票 我都写在测标上 你有没有发现 我出掉的股票 我都一定写在测标上 所以各位你看 那我们利旺做了两次 这个世新KY做了一次 资源做了两次 而且各位你看到了吗 那我们这些股票 是不是都已经出场了 我为什么要出 好各位 那我现在我就 用电脑 我拿给你看 我打给你看 你看了之后 你就会知道 你能够认同利好老师 所讲的 来回做价差 各位你看看 注意看 我们就讲 现在最近的 出掉的股票 好不好 各位看 来 4月18买的资源 我4月19出278 各位你注意看 278 好 那各位 我们就以现在 今天的收盘价 来看一看 好不好 来各位 我278出的 对不对 如果你不出 各位 今天的资源 最低达到262 各位 你这样能够 理解我的想法吗 好 各位再看 4月18买利旺 各位 1360到1375买 4月19出利旺 1460到1465出 赚了100块 好各位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利旺 我1460块先出的 如果你没有出 我们来看一下利旺 各位请看 各位 今天的利旺 利空打到跌停板 1245块 各位 你这样懂不懂 我为什么要短线进出 而且各位 在这个地方的利旺 4月19号 我1380块到1400 我又买回 我依然在4月20号 出1460块 有没有 我为什么要出 我赚了60块 所以我当初 我在电视上 不是跟你讲吗 赚了100块之后 又再赚60块 总共160块 有没有 我都清清楚楚 写在上面 为什么 我就是要让你了解 来回做价差 每天行情都不一样 所以各位你看 今天因为 无形的一个利空 它打到跌停了 那各位 我想请问你 当它今天打下来了 是不是它的 很多的机会又来了 对不对 那各位你再看 你看那个四星KY 我4月18买四星KY 4月19我为什么要出 而且我出到980附近 我赚了74块 好各位 那你看四星KY 如果你没有出掉 各位你看四星KY 今天打到最低 847 各位你看到了吗 你有看到吗 那各位 那我是出多少 我是出980块 各位离这个价差 已经超过100多块 各位你看到了吗 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各位投资朋友们 你能够明了 利好操作股票的方式吗 各位 如果你再不清楚 我再强调一遍 我为什么要跟你讲 验证是最大的诚信 我带你进 我都写在测标上 我连股票跟股价 我都写得很清楚 这是没有一个老师可以做得到的 我出掉的日期 我也写得很清楚 我出掉的价位 我也写得很清楚 各位这个东西你看 它的价差就在这里 这是我刚刚跟你讲 4月11号跟你说机会来了 一直到4月13跟4月14 在出股票 那各位 那这一个set 我已经完成了交易 那各位第二个 就是跟你讲4月18 我跟你讲机会又来了 对不对 好 那4月18机会又来了 我们就买股票了 买了4月18的股票 那各位 我是不是带你4月19跟4月20 21 我又出股票 那各位你了解我意思吗 这些股票都已经是 入带为安出掉的 那各位 如果你不出 我刚刚不是跟你讲了吗 今天很多的股票 又杀到低点 对不对 那各位 如果你真的出掉了 你把资金空出来了 是不是讲难听一点 你的机会又来了 你又有一次机会 买股票的机会了 对不对 那各位 我们如果再讲深面一点 再讲深入一点 如果你真的敢做放空的动作 那很多的股票 其实在我卖掉的过程 是不是你可以也放空 各位就像这个你看 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 4月20号的时候 我说放空保龄附警172 那各位 你注意看 我为什么要放空保龄附警 注意看 各位 1760 当你看到保龄附警 今天打到最低145块半 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当初172 我要建议放空保龄附警 各位你知道那个172到145.5 那个价差差多少 所以各位 我相信我今天用这种方式 讲给你知道 我相信各位投资朋友们 你可以明白利豪做股票的方式 其实各位 现在并不是说基本面的好 或者基本面不好 也不是说技术面的漂亮 或者不漂亮 而是各位 他现在就在盲点测试 盲点测试是没有任何的原因的 因为很多的人再厉害的分析师 都没有办法去体会盲点测试 只能够去掌握他的卖压 压力跟支撑 来回做价差而已 所以各位 你看看 我相信很多人说 美国很多很多很厉害的老师 很厉害的分析师 但是各位 我刚刚不是跟你讲了吗 你看看 很多都在盲点测试 有没有 开高走低 对不对 你看 开高走低又红 又走低 各位你看到没有 很多 开高走低 有没有 你开始看看 各位这也是 开高走低又红的又走低 各位 这叫做盲点测试 盲点测试 要看得懂的人 一定要在股市里面有一段时间 我在股市34年 那我在今天 我要提醒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其实在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台股 在礼拜二开始 你记住我所讲的 不是礼拜一 是礼拜二开始 礼拜二开始 有很多很多的股票 各位会进行非常激烈的盲点测试 那这时候盲点测试 都刚好也要测试 它的压力跟支撑 那各位好不好玩 很好玩 所以我为什么要讲 各位 如果你的速度够快 真的 你赶快扫light 我相信已经应该额满了 因为我只要36位 我只要36位 我希望这个36位 可以在盘中我带的过程当中 然后各位你把它记录写下来 我怎么带你怎么写 写下来之后各位 到时候你来帮我做见证 听得懂意思吗 那老师利好老师说 盘中要带进带出 这个做多做空都可以 那我想试看看 那各位赶快扫light 因为我真的只有36个名额 多我都没办法带 因为各位 我们要设立一个群组 那只是帮你的忙 让你试看看 试看看说 成立好在电视上所讲的 灵活的操作 自身的关键 真的是这样吗 如此而已 所以各位 我只是要做给你看 一个礼拜而已 好不好 所以希望 你这么有这么大的运气 能够跟着我们一样 我也希望能够让赚大钱 成为一种习惯 好不好 好各位 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 感谢观看 抱一二 五八 五八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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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复直播 立即上线 上线 文字幕志愿 請搜索關鍵字 亞太國際投顧 頂尖團隊頂級享受 軟體下載專業研究 亞太國際證券投顧 02 8512 5858 全新的操盤策略 全新的尊榮服務 創意理財 盡在亞太國際投顧 02 8512 5858 只不過遲到 老闆就說要開除我 打官司 還得保去台北 勞動世界法實施之後 勞工可以在工作地 法院提告 而且裁判費還可以 減薪很多 勞動世界法保障 勞資私奏權益 化解生意更快更Easy 邀請您加入贏家的行列 全國親愛的投資朋友們 利盎是人 我不是神 我們在股市裡面 之所以會能夠 這麼的靈活的去操作 我跟你說過 因為在股市34年了 我們非常了解股市 它就是一個投資學 也是一個心理學 各位 那在心理學的過程當中 你要如何的能夠抓住 這些三大法人 以及主力大戶的 他的想法 所以各位 其實我在做功課的時候 你沒辦法看到 我在每天在晚上 我做很多的功課 到了一大早 你們還在睡覺 我五點左右 我就已經傳了第一通的訊息 我只是要讓我的會員 去理解了解 美国股市它的反應是什麼 早上我們準備要做什麼 開盤之前 我們又要做什麼動作 那盤中的過程当中 当然我就會待進待出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理解 盤中四個半小時 其实比什麼都重要 各位 无论怎么讲 无论分析的再准再好 再精确都没有用 重點是 你的勇气 霸气 行動力够不够 就像我跟你所讲的 各位 你看 我们出掉的四星KY 各位 今天打下來的時候 你敢买吗 另外各位 3529 你看那個力望 打下來 你敢去接吗 或许下个礼拜 机会又来了 另外各位 你看3675 之前我们出的很漂亮 出到330的 各位 今天打到294块半 各位 你敢买回来吗 对不对 另外3035 各位 资源我们来回做价差 已经超过330块的价差 各位 今天打下来 你敢再买回来吗 各位 利昊所讲的诉求点是这个 你要来回做价差 做多也可以 放空也可以 灵活的操作 自胜的关键 所以各位 这个36位 各位 真的 我非常恭喜你 这36位 你们如果说真的 有少Light at 这36位 在下个礼拜 利昊会开始带着你在盘中 会带进带出 一个礼拜 我只是要让你们去理解 什么叫做盲点测试 我只是要让你去理解 股市里面真的不难做 只要你有心 只要你愿意跟着利昊 一起打江山 我相信各位 很短的时间之内 你都有机会 买车又买房 好不好 各位 我不想打扰你 赶快 或许已经没机会了 但是你再找看看 好不好 祝全国青睐的投资犯们 下周操作愉快 谢谢 本公司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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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